各位同學大年初五愉快 今天可能是新年的年假最後一天了 還是跟各位同學拜個晚年 那今天真的要進入到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昨天本來要導讀一段的 解籤一段結果扯太多了 抱歉 因為有同學確實是已經 從圖書館借到那本書 要按照他的進度來 來線上學習的啦 有兩三個同學有把他借到書 那個照片給我看說他跟著在學 所以我今天真的要稍微來講講個 廣讀啦這也是廣讀 我所有的Charlie Mike 跟 那種屬於月戰小說跟 這個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都是廣讀 我在示範廣讀 但我再次重申廣讀不是一觸可擊 用神機妙算通靈的方式自己亂解籤不是 我包含我這本書看了三遍 我有時候碰到我有時候 感覺不太對我還是會帶同學實作一下 更不要講同學那種不查字典的自己亂看的 一天看400頁的那種 我都覺得跟大陸繳智商稅那個這樣翻 沒有什麼兩樣了啦 那個是流差玩的那一套 所以我們可以把國內的英語學習分成幾類 老一輩的 老一輩的大概比我大個 10歲以上的 流差那個80歲了啊 那個比我大20幾歲了 更早的話就是 馬爾扣良 馬爾扣良我比較沒有接觸到啦 因為馬爾扣良講還有一點說服力 因為畢竟他是 在美國聽說是在美國 有待蠻久的而且 家人在美國 以那個年代民國50幾年60幾年來講 那個還有一點說服力 我們很怕土產的 本土的我從來沒出過國 連考只考3分5分 你看我現在變成大師了直接讀台大這種 這種 然後到國外去漂白一下找個爛學校漂白一下 那個好學校當然也有爛老師啦 他會讓你過啦 這類的包含了 老中青老的我們不談馬爾扣良 那我還在小學 流差 比我大個10歲左右的 大概就是懸差幼 哈哈哈 流差跟懸差幼都是屬於懸學 懸學就是說 我搞久了我自然就摸通了 有點像以前老的華航的機工長 或是地勤人員 他因為 數字很差啦 他是歐秋這樣出來的 他看不懂原文的技術手冊喔 他是用自己 師傅怎麼教他跟修車一樣 看一遍摸兩遍把別人的車子拆開來機車也好弄一弄 摸久了他就會了 他是用修機車的歐秋的方式在搞飛機喔 所以有一陣子 我們都覺得說 那個飛機這樣飛出去會不會會因為這樣出事 這樣子這個我不是在開玩笑啦因為我有認識 航空業的 我的學生裡面有地勤的 他們就時常講說跟那些老一輩的喔 比他們大20歲以上的那種老的地勤人員 他完全看不懂原文的技術手冊 但是你如果進行的飛機進來或是飛機有升級 他裡面的系統換了 他他也不會 他就亂摸 有時候摸壞了就把眼蓋起來 這樣子實在是對會影響飛安啦 我個人認為我不在場我不知道 是我的學生跟我講的 那你如果把 你看了那本書當一架飛機的話 飛機是會出人命的 你看書看不懂不會出人命 所以你不知道那個嚴重性 你遇到問題都用O2 想一想說你 塞壺以前怎麼教你的這邊把他弄掉那邊拆來自己研究研究再抽回去 你完全不看技術手冊就等於完全不查字典 你那台飛機還好你看的是書 不會影響到別人 就等於是這個樣我們習慣這樣子 九二九四就西飛城市了 就變成說 有一些年輕的地勤人員他二十幾歲三十歲左右 他看得懂技術手冊英文的技術手冊 他也接受過 非航科相關的科系的訓練 在這訓練也好 但是 一旦要觸及到技術手冊 寫的 做法 跟老篩呼 老的機工掌比他們大二十歲的機工掌 方法不一樣的時候 一定是以機工掌為主 否則那個老的機工掌那個Chief 他會修理你 反而把對的丟一邊不要 叫你不要看技術手冊用他的方法 他那個是O2自己亂想弄出來的 那個 不產生非安問題才怪 我有一個學生一天到晚被他的機工掌修理 因為他懂英文他看技術手冊說這個不是這樣修 他的機工掌不要用他那一套古法的方式去修新的飛機 還有這種事 我保留姓名啦我保留那家航空公司的名字 所以我們 國內流行這一種古法煉製 舉凡懸插右這種廣讀就等於說他是一個 機工掌 他說那個東西就 就這樣用通靈的方式不用查技術手冊 嘻哩哩就這樣弄過去我講了算 還好那個英文 自己好不好是用幻想的 不是 飛機飛出去真的會有 很高的風險你如果地勤 沒有搞好的話維修沒有搞好的話那個風險很大很大 這一派是屬於流叉跟懸插右這種叫懸學體系的 應該要被歷史淘汰跟唾棄了不能再 再荼毒我們現代的年輕人 因為我講過英文這種你搞壞了老一輩子是沒救了那要完全放棄了包含陳插明 陳插明跟懸插右應該是 屬於同一個懸學門派的就是什麼都不用查我講的算 老子兩座金鐘獎 這樣子 那懸插右是越人無數啊 那一套 看了就丟 跟劉叉的 角刺傷罪基本上是同一個門派的 所以我們英文今天搞成這種地步 這些人都脫不了甘心了 那我講過冥冥中自有定數 你這種造業太多 真的有時候會 報應在自己身上 我講實在話因為我救了 我花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一直在挽救 立足 這樣的一種 呃屬於 胡搞瞎搞亂搞的我等於是在累積正人量 那 這些人他也許出發點不是壞的但是 他 因為 愛之是屬於害之也有可能他也許誤認為這一套 屬於 旋學 零學 從零學的角度來學 英文 不用看字典 都不用查 自己 看完 就丟掉 膽子大你就贏了 這個是屬於 陳叉明 旋叉右 劉叉 這個門派的 很多啦 這是一派 我在 我累積了這幾天的那個 春節期間很多同學來 串門子我中枕出來這是一派 大咖一點的當然他們的徒子徒孫很多啦 所以我才會講說 我昨天錄的那一集他如果有後遺症可以來找我 不買英文字典不查字典這不是屬於 旋學學派有點像 你是 航太系畢業的 考上了某一家航空公司的地勤要維修那個新的機型進來 比你大20歲的機工長跟你講不用看技術手冊 直接就照我的方式弄就好了 你如果敢照技術手冊的話 我就 每天修理你 類似這樣 好 那第二派是哪一種 第二派也是 玄學派但是兩者主張不一樣 他是屬於 牛津兔頭男這種 派別的比較年輕跟我年紀差不多大 可能在國外留學過 然後呢到對岸去 學過新X方 新東方的那一套 被字典 然後擺一本 鎮店之寶的字典出來說這本我背完了 他也 讓你不敢把它翻開來直接測他說那你第五月的第六個字 第幾行的第幾個字你告訴我是什麼 這樣子 他知道沒人敢測試他 要我我一定會把那本字典翻開直接考他 一槍斃命 這一類 牛津兔頭男的這一類 被單字本的被整本字典的一堆 他是屬於 那種繳智商稅裡面 另外一邊光譜的兩邊但都屬於同一個光譜 裡面 繳智商稅的這一類 劉叉 懸叉 又 陳叉明 這是這一派都不用查胡說八道亂講就好 另一派是說我查完了 意思就是說有個機工長站出來說 各個機型的技術手冊我倒背如流 那本技術手冊被我翻爛了 現在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還是聽我講的因為我已經把背起來了 類似這樣子 結果講的還是錯的因為他根本看不懂他是用騙的 哈哈 這些都屬於 我們講的 官洛英通靈的這種學英文方式 包含這個小朋友啦我個人認為他已經有後遺症 我是覺得這兩個 宋查理啊我認為他現在應該受後遺症所苦了 他現在知道後果了我相信 以我對英文學習的整個歷程這麼了解 他這種是屬於走懸叉右體系的 呃加一點點陳叉明體系的 他現在應該會變胡說八道 我敢保證 要不然他也可以 呃求籤問掛一下我來幫他 譜一下掛 看看他問題出在哪裡 我臨床經驗十幾年了 還沒有誤診過 我很科學的 好這個這就是我要進入到我的主題 今天晚上的 呃那個 The catch in the right 廣獨我也在廣獨 我不是不廣獨 但你要有我歷經了這個 十多年來的 把技術手冊跟各種疑難雜症都 把那個狀況都了解了 我才勉強可以說根據我的經驗 都還不準 好因為人的大腦很容易因為 外在內在的影響而產生誤判 都會有 失神也好 呃 明明是 這件事情你忽然飄飄到哪邊 你在神油標飄到哪邊也有可能弄錯 所以那個不準 都還要再三的做確認 這樣子 所以我們 為什麼有 為什麼老美時常講說check the boxes 就是他的所有檢查表 打勾打差他們是打差我們是打勾 打差這一項完了 打差他逐項檢查他的檢查表那個checklist 就是說你檢查了一萬遍了你再有經驗可是都難保你那天精神狀況不好 所以 技術手冊裡面跟檢查表 他一項一項按照程序再檢查完沒有問題 才算完畢 好像那我們如果碰到國內大師就是不是他說 我今天用我的陰陽眼一看 全部都沒有問題了好可以起飛了他們是玩這一套 我說我們違反科學同學不相信我講的這些例子你就相信 好 所以 我在廣讀 你要歷經我之前的那一段 學習歷程 短則10年 長則10年以上 看個人 這樣子 所以 你才有辦法享受閱讀的樂趣 否則不管你採用懸叉右的 廣讀或是採用 我講的要先清讀之後才能廣讀 你不管哪一種方式你都在亂讀 假設你真的通靈你可以按照懸叉右的方法看完就丟 我只要全面硬檢考到高級那個那個閉眼睛考都可以考到高級啦 那種考試我都不知道我都沒教過 全面硬檢 你就可以用 看完就丟都不用查的方式 你保證精神錯亂 哈哈 這樣子 保證視覺失調 所以我的主張是說你從啟蒙的時候就要好好的養成知道怎麼使用工具書 正確使用工具書不是把它背起來 你只要遇到不懂就是 去跟你的老師你的老師就是字典 現在網路很發達很多各種不同的 字典你只要會查 你就等於已經 有免費的老師在你身邊了 你藉由工具書 幾乎就是技術手冊 來 閱讀 不求快 我不知道這個筆快在筆幹嘛 一天讀400頁 我當場隨便問你一下你就直接 還好是小朋友不懂事 如果成年人了 你還在講你讀那個Emma或是 Jane Austin的那個Mountsfield Park 什麼讀一天讀400頁 當場被打槍打都胡說八道 哈哈哈 小心一點 這樣子 這是因為小朋友 我們不要去 打擊小朋友幼小的心靈 但他現在成年了啦不應該再沉迷過去 156歲的時候 好我的結論就到這邊我待會再繼續實作廣讀給同學看我先回答同學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江胸虎無 哈哈 不管聽說讀寫 這個宋同學如果要來接受如果他感覺有後遺症 這是他國中的 那我們點 這個還有同音就是小朋友很可愛的那個聲音所以讓人聽起來不會難過 所以 EAEA同學講他的口語表達比超民胸好100倍怎麼可以跟超民胸比超民胸基本上對我來講是patient 哈哈哈哈 剛剛那個小朋友是正常人 不能拿來跟負面教材比 當然好100倍 所以EAEA買幽默的他拿去跟超民胸比 你是過新年講笑話 好這個一個小時前留的 清零 毛吧我不知道 他講說我把他放大一點 老師 講述看小說的過程讓我毛曬頓開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曬還是毛色頓開 解開心結沒有錯啊 我不是神人我是正常人啊 我當然是按部就班的用工具書去查 一本書看三個月啊 我不會一天看10個小時不會 我一天就是兩個小時 不連續的話兩個小時多一點 也不會看同一個刊物我不會一本書一直看我會換 我手邊可能有五六種不同的英文的 體裁的 資料 可能你看了一節課的 維多利亞時期我是講我在關校的時候小說 那這堂課你就上完了也許在上數學課 也許在上微積分 好等到下一堂課可能換 化學課了 我再換 別的我可能會換 時代雜誌裡面社論性質的 而且好幾期買來因為 一個事件的發展他可能不會 一期的時代週刊 裡面就講完 他可能還會討論很久 我記得我看很久就是 雷根 跟在冰島的 那個跟Gorbachev 的那個會談 最後造成了簽署了 跟哥巴契夫簽署了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協定 雷克雅衛克 那個地方後來 之後就是 1990年那個時候 東歐政權的 柏林圍牆 倒塌 等等的這個事情 那個連續很久 或是伊朗的軍售醜聞 連續很久就可以看很久 我換了看 到了晚上我再把 閱讀的時候我講在走廊上面我再把 我的那本英文小說打開來看 這樣子 所以不是用 胡倫吞澡 誰先吃完大胃王誰先吃完誰就贏了這樣的方法 玩 按照常理來說清查字典原本是非常自然而正常的事情 但必須是正確的查 因為查字典是一門功課 他如果你要講查字典怎麼查 如果要在大學開課的話 可能會是一個學習的課 你才學的會喔都還不太可能因為實作的部分會超過一個學期 他那個學期只是告訴你說字典要 怎麼運用字典 來查資料 來查你的不懂的地方 光查字典就要上一個學期的課 我個人認為啦因為你找不到有這樣的課 這樣子 所以當然自然啊 網路各路神人的吹噓 我剛剛已經講過嘛分成兩大門派 一個是劉叉 玄叉又 陳叉明這一派的 通靈派的 觀洛英的 都不用查看了就丟 一派是 我不是不查我背起來了 是牛津秃頭男這一派的 這樣子 英語速成之法鋪天蓋地 彷彿不需要查字典就可以把英語學好 我一個都沒碰過 我截至目前為止我一個都還沒碰過 包含對岸的什麼里洋 那種已經 真的不出家也沒地方去了啦 這樣子 所以同學如果還真的碰到有神人 不查字典英文變好的 腐爛不算了 我可以介紹我們鑑定一下 以至於讓我每次查字典的時候都懷疑自己是不是太笨太慢了 應該不會啦 我到現在都還在查 我不會的 語言那麼浩瀚 有新出來的有你以前沒見過的 冷門的 但是我必須要在真實的閱讀當中碰到我才能了解他的情境 我才記得起來 而不是把它收整成一個單字本 莫名其妙跑去背 所以你英文是真的學還假的學 只有兩種看得出來 有意義的閱讀跟有效的閱讀 所產生的 對英文的了解 知識 一個是把所有的東西拿來背 考高分用高分來嚇別人 那通常我3秒KO都是專門找 越高分的 我KO的越快 分數越高的可能都不到2秒 這樣子 尤其是很會考試的我不是不會考試 我很會考試 就是因為我太會考試我才知道 成績跟你的實力 兩者無關 這樣子 聽句一句話 今日 得 寬於 這樣子 這種歪風邪氣 早死可怕 如若沒有遇到劉老師很難看到英語學習之路的死光 我變成 喔 大海中 汪洋中的燈塔 明燈啊 看來學任何東西都需要機緣啊 可能 這位同學終於看到 我也在查 連我都在查 你不要講其他人 那這個CC同學在 吹捧 陳超銘 我其實對他很了解啊 我從他在政大 一路到實踐到治理 一路的過程當中 我評論他的文章兩三年了 我對他應該 至少對他的英文程度是很了解 所以不用 不用再去介紹他 我也不想看 免得又幫他打廣告 但這整篇是負面教材 我先定調是負面教材同學不要跟著學 但EAEA應該 用正常人來看 不用我來講 他EAEA如果不是視覺視條他也應該知道 就下簡單結論了 有看過超明兄實際臨場口語表達影片的都知道他肯定路子有走偏 他偏非常多 快偏到英朝地府 應該救不回來確實無救 已經 王 當了 應該是完蛋了可能網路用語 我給他按一個讚 好這個我解答完了 同學自己去當參考我沒有說我講的一定對 也許有一個 神童真的跑出來說 老師你講 不背字典 不查字典就沒辦法把英文學好 我表演給你看 他如果真的跳出來結果還正如他所說的不是 黃信少年騙術 那我就認為說他是對的 但以我學英文那麼久我不認為這是可能有可能性完全沒有 有可能都是視覺視條就是說 他不知道大海的浩瀚 他把他家門口的一條小溪被別人騙他說這個叫大海 他就誤認為他家那條水溝是大海 那像我們這種已經跑過 各大洋的回來了 我們知道大海的是這麼的浩瀚 人類是如此的渺茫 好就像那個Malbert Deck裡面講的 他要去捕 裂捕那一頭大白金 結果發現跟大海跟 金魚比起來 人類是多麼的渺小 好這樣子 你不會把你們家 水溝裡面的泥丘當成大海裡面的白金吧 那就有可能誤認 我們越讀文學越接觸多 我們越知道那個浩瀚的程度 我們真的渺小如滄海之一樹 所以你千萬不要講說你可以看完就丟 那個對我們真的是 懂一點點文學皮毛的人來講 那都是在開玩笑 你需要有很多的工具去了解 工具還不侷限於字典 但我相信你如果連查字典那個字的 字面意思你都不知道他的隱身意涵 在上下文裡面產生的隱身意涵 他的隱喻 我相信你更會不知道 我光一個讀文學我有空秀給同學看 我有一本專門講Symbol 象徵意涵就是 文學裡面象徵意涵的字典就這麼厚 可以練鐵頭功 他上面的字很清楚告訴你 他叫Symbol 就是 一個 在文學裡面有關這種 Symbol 但他不是字面意思 他是隱含有別的語域的意思 光這種Symbol就有一本字典 Dictionary 這麼厚 所以不要開玩笑 那我相信我都解答完了 我要開始進入到 我的廣讀 好 論個猴我們就開始 那待會如果遇到我們可以實作的字 我們也可以現場來用 字典來實作一下如果沒有就算了 好第22章 215月以後 那我們回憶一下劇情 他 遣回他家之後跟他老妹 本來兩個人 很高興見面 後來他老妹好像 通靈 不是通靈根據他對他老哥的了解 你一定被開除了 你講謊話 兩個人就起了爭執 他老妹就把枕頭套在頭上 鬧別扭 很生氣他老哥為什麼那麼不爭氣 又被開除了 這樣子 兩個人後來 Hoden因為想阻止他老妹這種 很激烈的 這種把頭按在 枕頭裡面的這種動作 鬧 在這邊鬧別扭 沒有辦法 因為小朋友的力氣也蠻大的 他打人會痛的 他就出去抽了根煙 抓了一點煙再回來 看看發生什麼事第22章 When I came back She had the pull off her head Alright I knew she would But she still wouldn't look at me Even though She was laying on her back and all 好他到客廳去拿了 抓了幾把煙再回來 他老妹把枕頭拿下來了 那 Hoden其實也了解他老妹 說我離開一下 他看我不在了 他就會 比較鬆懈 換動作了 我在那個地方 兩個人僵持不下反而不好 就先離開一下 所以 被Hoden 料想到了 But she still wouldn't look at me 但是他老妹還是 不用正眼看他 頭撇開一邊 不願意看他 Even though she was laying on her back and all 雖然他原來是 原來是趴的 現在把枕頭拿掉 變成 躺著了 被 用被躺著 原來是這樣子 趴著 他是頭可以自由轉動的 雖然他仰躺了 但他還是不願意看Hoden一眼 把頭撇開一邊 不看他 故意轉到另外一邊去 When I came around the side of the bed and sat down again She turned her crazy face the other way 這小朋友真的是 很會鬧脾氣 那Hoden就讓步了 你頭轉這一邊 沒關係 我從床的這一側 繞到這一側來 來 我主動 跟你試好 他妹妹呢 看他走過來了 頭又轉另外一邊 走比較累 頭轉過去只要一秒 他們兩個不會這樣 躲貓貓玩來玩去 所以 他繞到床的那一側 坐在床邊 他老妹呢 馬上又把臉轉到他另外一邊 反正不看他就對了 She was ostracizing the hell out of me 這個是不錯 Ostracizing 是Ostracize Ostracize 是你在群體裡面 被逐出那個群體 不見得跟宗教性質有關 他有可能是正式的組織 有可能是不慎智的組織 就是被 大家唾棄你把你趕出去了 不管你是 跟我以前在中正預銷一年級的時候 參加社團 速度社 結果每一次 請的那個外聘的老師一來 一講我不到三分鐘就睡著了 連續兩次我就被速度社的社長 一個學長把我 除出 速度社 我那個就等於是 Ostracized 意思就是說 他老妹呢 決定跟他翻臉了 就是不認他這個哥哥 She was ostracizing the hell out of me Just like the fencing team at Pensy when I fell when I laughed at the goddamn foyles on the subway 他說這種被 大家否定 被大家唾棄的這種感覺 就有點像 他想到他在Pensy的時候 他是劍道隊的 那個劍是西洋劍 不是我們那種 日本的劍道 那個竹劍 不是他是西洋劍 的隊長 那他去參加比賽 帶了很多的西洋劍的裝備 結果望在地鐵上 前面有提到 他說就好像我們的劍道隊 在Pensy的時候 他 把 那所有的 foyles 應該是那個劍 他們的那個劍的裝備 西洋劍的那個裝備 望在 地鐵裡面 不知道望在哪裡 這樣子 我們可以來查一下 這兩個字 實作一下 一個是 Ostracize Ostracize 有沒有 Ostracize if a group of people Ostracize Ostracize someone they refuse to accept them as a member of the group 一直都租出去了 原本你是我們的一份子 他妹妹可能是他家中的一份子 結果他被他老妹租出家門的意思 那個 屬於 清晨上面 不理他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例句 是 she was afraid that if she spoke up her colleagues would ostracize 也可以說是 聯合抵制他 也是一種 如果不是真的行事上 行動上把你租出去 大家 抵制你就是說 看到你假裝不認識 都不跟你交往 不跟你互動 你也等於是被那個群體裡面唾棄了一樣 被隔離了一樣 這樣子 他有實質真實的那一面有假的 那他老妹又不是他老爸也不可能跟我們以前古裝劇一樣 正是 把你逐出什麼家門那個不是 老外沒有這一套啊美國人不會有這一套 他是說 我 用這種 精神上的 跟你劃清界限 跟你冷戰 類似這樣子那個叫 Ostracize 他老妹果然在跟他冷戰 再看那個Foils 是西洋劍的那個劍之類的 我沒玩過 他可以是 西波子 他意思有蠻多的 包巧克力的那個西波子 另外 第四個解釋有沒有看到 A light narrow Sword Using 西洋劍裡面那種尖尖的細細的 重量比較輕的 那種西洋劍的劍那個叫Foil 他去參加西洋劍的劍隊比賽 結果回來居然把所有隊的劍 望在 那個 地鐵上面了被全隊 攻幹 的意思 Hazel Hazel Wetherfield I said You write any news stories about her I got that one You sent me Right in my suitcase It's down at the station It's very good 那他就問他妹妹說 欸 你寫的故事裡面有個主角叫Hazel Wetherfield 他現在 劇情發展得怎麼樣了 我是這樣猜的啦 他要吸引他妹妹的注意 讓他老妹想到一個新的點子很專注就忘記他們兩個在冷戰 所以他跟他老妹在那邊鬥志 他說你有 這個主角你有寫新的故事嗎 就是他有沒有什麼新的故事 他妹妹可能在寫故事 寫這個 Hazel Wetherfield 所以他老妹把他自己名字改 那個Middle name改成Wetherfield 可能是很喜歡這個角色 他自己寫的角色故事的主角 I got that one You sent me right in my suitcase 他說我剛剛 有 我有拿到你寫給我的 你寫他的這個故事 而且我把它放在我的 那個行李箱裡面 這樣子 It's down at the station 我把那個行李箱呢 我的行李箱記物記在車站 可能他把它記在行李箱的那個記物箱裡面 It's very good 寫得很好 他老妹沒有重計 Daddy will kill you Boy She really gets something on her mind When she gets something on her mind 他老妹不理他 沒有受騙說 老爸會宰了你 再次提醒他 所以Horden講說 天啊 他老妹真的是 一記仇啊 就記一輩子 絕對不會被輕易的轉移注意力 No she won't The worst He'll do He'll give me hell again And then He'll send me to that goddamn military school That's all he'll do to me And in the first place I won't even be around I'll be away I'll probably be in Calorado On this ranch 那Horden就解釋給他聽 不要擔心老爸把我宰掉這件事情 他頂多修理我一頓 不會殺了我 所以他就講說不會不會啦 他不會宰了我 頂多頂多 最嚴重的 就是 處罰我 責罵我也好 老美比較不流行 體罰了 責罵是有可能的 那個叫做 Get me hell again 又把我修理一頓 然後呢 他可能會把我送到那一間 可惡的 軍校去 可能是川普讀的那一間 哈哈 聽說有中資介入 因為經營不散 那間紐約有一間私立軍校 那我不知道習登號 以前我在念中正玉校的時候 我們有看了一部全校 每天 禮拜 我記得是禮拜六的晚上 那個時候沒有週休二日啊 只有禮拜天休假如果你沒被禁足的話 所以禮拜六晚上有時候會是看電影 我們會比較高興 有時候是看義工隊我們更高興因為載歌載舞嘛而且是真人 最討厭的就是 演國劇啊就是雖然 那個什麼國劇隊 來演 也很辛苦啦 但我們每次看不到五分鐘就睡著了 所以只要是看電影而且是 強片的話我們更高興那個時候就演習登號 Lights out 好像演的也是一個私立軍校的故事 我想是民國71年72年那個時候 所以他講說 老爸不會宰了我啦老爸頂多 再修理我一頓 然後呢 把我丟到軍校去 這樣子 讓我嚴格接受軍事化管理 我就不會一天到晚闖禍 那是所有他會做給我 頂多他就是這樣做啦不用擔心啦 他說但是呢 我不會讓他得逞 他比他老爸要搶先一步 in the first place I won't even be around 他說我早就要溜知大吉了他絕對抓不到我 不會把我五花大盲的丟到軍校去他說我會先落跑 我會躲得遠遠的 我會躲得遠遠的 上面也買幽默的 Don't make me laugh You can't even ride a horse 他說你到什麼農莊啊 你不要啊 你不要惹我 你不要逗我笑 你連馬都不會騎到農莊要幹嘛 確實是這樣 Who can't Sure I can Certainly I can They can teach you in about two minutes I said stop picking at that 那後人就很 很不高興就說誰跟你講我不會騎馬的 我會騎啊我當然會騎啊 那就算我不會騎好我騎的不好 他們 可以在兩分鐘之內就把你教會怎麼騎馬 這樣子所以不用擔心我會不會騎馬 Stop picking at that 這個意思是說他老妹不曉哪根筋不對就開始在 摳 摳他那個手肘上面受傷 從樓梯上被推下來受傷的那一塊OK崩 那個膠布就在摳了 他跟他老妹講不要摳 好 37分鐘我們今天啊蠻好玩的 廣讀就講二十二頁你看我講的過程當中我我的劇情是沒有斷掉的 雖然我們很久沒有看了 接著接起來 然後呢內容好玩 我們知道他跟他老妹在鬥志 那他老妹 扭起來啊真的 沒辦法 Holden 沒有辦法 搞得定他老妹 那這中間我們也實作了一些刺 即使我知道 也許我老年痴呆我記錯了 我再實作一下確保安全 我們在看我在查那個foyle 劍 西洋劍的那個劍 那我我我知道那個字有很多意思我們去查查確認一下這個就是 即便你 知道你都還要去看一遍 確認一下 你才知道他原來有 別的意思 他原來是西洋界的那個劍 這樣子 那不是 不是直接通靈喔 這樣子不是喔 所以你看我這一頁的經讀 我這一頁的廣讀我還是有查了兩個字 用音音字典 即便到了我這個地步看了第三遍 我都還我都還要查字典 這樣子 好我們潤喉一下差不多40分鐘了今天就很大功告成功德圓版 潤喉一下 再稍微做一個簡單的朗讀我們今天就大功告成 好直接開始 I got that one you sent me right in my suitcase you said I'm at the station it's very good daddy'll kill you boy she really gets something on her mind when she gets something on her mind no he won't the worst he'll do he'll give me the hell again and then he'll send me to that goddamn military school it's all he'll do to me and in the first place i won't even be around i'll be away i'll be i'll probably be in colorado on this ranch don't make me laugh you can't even ride a horse who can sure i can certainly i can they can teach you in about two minutes i said stop picking at that 好我们就讲到第一句第一行他刚才讲说不要抠不要去抠那个胶带ok棒 好41分钟了差不多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年初五明天应该要开工了啦 我是早就开工了啦 好今天那 如果同学还有相关有关广读的问题啊可以继续提出来 我再尽量做解答就我所知的 但我讲过 呃 任何人所讲的 都是个人的看法 他没有一定的对错 也许你真的适合 旋差诱跟流差的视觉失调那一派的东西对你来讲是有用我们不排除我这样的状况 那你就照那个方式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好 或是陈差明那种 胡说八道乱讲一通就好了 你也许适合那一种 总比你 没办法开口 没办法动笔 没办法写 也许有这 这种族群的人 我们不排除 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也许你 真的可以通灵 你真的可以观落营 那你就走牛津秃头男的套路 把整本字典也许可以把十本字典背起来最棒 然后 不用查你用脑袋刮 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了 也许真的有这样的人 那你就走 牛津秃头男的 被字典那一套 但如果你是属于两者都不是的 那你就 可以参考我的 就是 利用阅读的过程当中 碰到不认识的字 知道怎么正确的使用阴音字典 或是其他网路工具 最好是阴音字典 不要有中文掺杂进来 然后要辨识网路上的真伪 因为我讲网路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包含 我在网路上那么多同学留言 我都还没见过那个同学的面 我都还不知道他是谁 这样子 更不要讲同学说 我在网路论坛上 跟什么老美弄一大堆 你没有见到那个人 你不确定是那个本人 你都不能 认为那个是 是谁对面是谁 我们同学很喜欢网路 或者是从网路上看谁按赞 就表示这个对的 我也时常按赞 但不代表我认为你的东西对 我按赞是说 也许我认为你很辛苦 找很多资料 我给你按赞 不代表我认为你讲的东西对 这个是 虚拟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都不见得一定 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了 更不要讲虚拟的网路世界 所以同学不要太相信网路上的东西 除非你跟我一样 我们这种搞国际情报的 我们可以知道网路上面 我们做一些比较专业的去过滤分析去研判 那个属于 情报沿袭的那个部分 那个难度超过 目前 同学的这些 英文通灵大师的那个难度的专业程度 超过好几倍 所以 你在不能够辨识网路上的真伪的时候 不要把它拿来当作一个佐证资料的依据 不要这样 否则很容易被打枪 这个就是说 查证 很重要 呃纸本的文本的查证 也很重要 你要 藉由纸本文本的查证 来培养 你的判断能力 也就是阅读当中 去实作来培养你的 判断是非判断的能力 跟建立你的基本知识 这样子 那你如果全部靠我刚刚讲的流叉 全叉又成叉名这种 你就会慢慢变成浮游生物了 或是枪肠动物 没有思考能力 你如果是属于这种观落音的流金兔头男 你很容易进入幻想 很容易进入幻想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也是一堂课的时间了 有关Charlie Mike那个部分 因为我讲过有遮跌到 所以如果同学有借到Charlie Mike 我可能还会再 延迟个一两天 等我拿到实体书重新翻拍 我可能想 一个镜头拍营业就好 不要两页都拍 两页都拍一定不是遮这边就遮这边 或两边一起遮 因为那个书到比较中间的位置 我也怕一折那个书闪掉 哈哈 他有一些问题在里面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同学 结束前也在助同学开工愉快啊明天要开工了 好我们就讲到这地方晚安 应该也蛮开胃的啊8点我们就讲完了上传时间应该也够了 好 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明天再见